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前面我们就已经完成了计算机网络的学习 在前面我们了解了网络的物理层 数据电路层 网络层 传输层 以及应用层的 那么在这些内容里面呢 我们学习了非常多的协议 这其中重要的有这个IP协议 以太网协议 CCP协议 以及UTP协议 那么这些协议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本章呢 我们将会通过一个实践 去回顾前面我们所学习的一些协议 在本章呢 我们将会实现一个网络收藏工具 通过这个工具呢 我们就可以补货 自身机里面的这个IP协议报文 TCP协议报文 以及这个UTP协议报文的 在这里面我们不仅仅是把这个协议报文给取出来 我们还会把这个报文里面的一些关键的信息 给取出来 分析出来 比如说在秀探网络场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IP协议的报文里面的原地址 目的的IP地址 以及等等的一些关键的信息给打印出来 那么通过这些实践呢 我们最终目的是为了透彻的去理解网络的协议 那么因为这个报文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关键的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都是有助于我们去进一步学习这个网络协议的 所以呢 本章呢 我们将会通过解析一些重要的协议报文 去更加深入的去理解这个网络的协议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本章的主要的一个内容安排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知道在操作系统的实验的时候 我们实现了一个一步的线程词 对吧 通过这个线程词呢 用户可以把这个一步任务提交给这个任务对列 然后呢 通过这个线程词去执行这个任务 最后呢 在一步的从这个线程词里面取出这个任务的结果 那么本章呢 我们将会延续使用这个框架来完成本章的实践的 那么在本章我们将会实现一个网络分析的这个一步任务 在这个任务里面呢 我们将会去分析这个IP报文 UTP报文 以及TCP报文的 因此呢 在本章我们将会是在操作系统的 实践的基础上去完成本章的实践的 所以呢 在这里面呢 同学们如果对操作系统的实践不太了解的话 或者说已经有所遗忘的话呢 则需要对以前的一些内容进行一个回顾和学习 那么在本章呢 我们将会首先搭建一个基本的框架 那么这个搭建呢 是基于我们前面的操作系统的实践去搭建的 这将呢 第二步 我们首先进行一个基础的学习 我们学习Python是怎么样操作字节训练的 那么因为在网络中传输呢 这些数据都是以这个字节为单位去进行传输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这些字节解析成特定的结构的话 我们就需要学习怎么样去操作这个字节训练 把它解析成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那么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解析器的一个实现了 那么首先我们将会实现一个IP报文的解析器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IP协议呢 它是属于网络层的 所以呢 首先我们是实现一个网络层IP报文的解析器 那么只有解析了这个IP报文呢 我们才可以对冲层上的协议呢 进行一个解析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实现这个UDP报文的解析器 最后呢 我们再来实现这个TCP报文的解析器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本章内容的一个安排 我们将会有浅到深呢 去完成本章的实践的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本章的一个实践吧 我们再来进入本章的一个实践